我們要連續七天 每天一定要完成30分鐘的跑步距離 每天都跑30分鐘的話 身體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好棒 今天整個跑起來非常疲勞 不太一樣 手有點擺不動 你的身體 對 你的聲音有點變調了 感冒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我是節目房地鎖 我們今天來到了招樓實驗室 欸 久違了招樓實驗室 今天要做什麼企劃 你知道嗎 我不太確定 我們今天要來嘗試挑戰 如果連續跑七天 每天都跑30分鐘的話 身體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今天呢算是我們的Day1 待會呢我們就準備熱身動一動 開始跑今天的第一天30分鐘 因為大家其實在網路上常有討論到 連續跑七天 然後每天跑30分鐘 其實身材上 會加加減減有一些變化 真的嗎 沒錯 但接下來你也 賽季開始 逐漸的開始 頻繁的到來 像美麗打杯 還有Try to Taiwan 所以我們 透過這個企劃 順便幫你持續 每天有一個 精進的這個目標在 跑步真的有比較少 最近都在游泳跟騎乘 唉唷 聽起來好像體能準備得很好 那我們今天在開始之前呢 還是要講一下我們的規則 接下來的規則呢 我們要連續七天 每天一定要完成30分鐘的跑步距離 但是以時間為限 只要30分鐘跑完就算OK 距離呢我們就先不設限 那我們就要來採訪一下 你今天早上量體重的時候 第一天目前是幾公斤 早上量...89 89 89 OK 非常期待我們七天後的 數據表現 那我們就開始跑步吧 GOGO 熱身開始 我們就更好個人速度喔 不要跟我 我好我的地方 不用跟不跟喔 我就不算阿 OK 31分鐘後見 今天跑沒兩步 都想要走的 現在至少 整人是可以動的 9 8 7 9 5 4 3 2 1 Yes 30分鐘 結束 停表 完成了 我的時間呢 跑了30分鐘 均速是5分半 今天算是我的恢復跑 那你今天狀況怎麼樣 我剛剛看 結果好像是639 喔 不錯耶 其實你的均速已經到7分內了 今天這樣還不錯 但我們接下來還有6天 這個任務最困難的是連續跑7天 所以其實疲勞程度會持續累加的 那我們今天回去還是要注意控制你的飲食 然後我們迎接明天的30分鐘 OK我們來到第二天練習 昨天跑完30分鐘 今天腳狀況還會感覺太疲勞嗎 我覺得要吃一點葡萄糖 有點酸酸的 葡萄糖是這個時候用嗎 沒有業配 我們等一下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第二天的30分鐘訓練 我們今天人在合集 第二天開跑 我們馬上就遇到 剛路邊還沒這一天的一次給他看 你沒有運氣啊 他有把丹田運進來 你看丹田 搞病 昨天 昨天量大概 89.5 今天量 跑完隔天 88.4 好像 跑一跑那個長道比較暢通一點 今天第二天跑了4.74公里 你昨天距離是多少 4.5 所以其實以配數來講是有點進步 進步 還不錯 繼續累積 但是因為疲勞其實會隨著每天30分鐘這樣持續累加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晚上幫你安排一個游泳 讓你稍微恢復一下 這樣會恢復嗎 對於肌肉算會啦 好啦 明天30分鐘 OK我們剛剛一系列的工作終於可以休息了 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我們準備來進行今天的30分鐘 那今天的體重怎麼樣 今天早上量 87.5耶 這麼勵志 你每天都持續變瘦 有這種事情 我說沒有聽人 我TANITA有紀錄 手機會藍牙紀錄 真的假的 我今天 小聲一點啦 我今天其實是這樣 因為其實就是在比賽週期 所以其實每天都有做課表 今天手錶建議我是要休息 但是因為陪著你的強度算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陪你30分鐘 謝謝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繞行30分鐘 看一下今天狀況怎麼樣 好啦 30分鐘第三天 出發 報告 他哭了 加哭 三天完成 今天跑起來有點辛苦 皮操已經 跑起來 我覺得累積連續三天 真的有點皮操 你剛跑怎麼樣 後面還跑得動嗎 以前兩天還要吃力 OK 目前已經過了七天的一半 第三天 體重看起來還是有下降 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 OK 明天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這麼多天都穿同一件衣服 其實不是我有很多件 是這一次的 Icebreaker 美麗洞牙毛T 聲稱他們這件衣服 竟然可以抗臭 那重點是我們這次的實測 不是只要實測 7天連續跑30分鐘 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最重要的是我要連續穿 7天同一件這件衣服 連續每天 爆汗之後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那我們就到第四天 第四天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邊 風景非常漂亮 有沒有覺得換了個風景 這個心情感受非常不一樣 沒有 我覺得還好 可是我們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是有時候你知道 跑到累了 換個場景 心情不太一樣 會覺得稍微新鮮一點 我們現在人在陽明交通大學 第四天30分鐘 起跑 出發 沒有講體重 喔 那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現在體重第四天 目前體重多少 我昨天87.5 今天87 整喔87.0 對 第四天已經降到87了 跟第一天已經相差兩公斤了 怎麼可能那麼省 我相信你明天體重應該就會 回歸到 校正回歸到正常的範圍 我會維持的 好啦開跑30分鐘 昨天我好像有點油太大力了 今天整個跑起來非常疲勞 不太一樣 手有點擺不動 腳有點重 腳有點重 好了 第四天 30分鐘結束 明天 換個路線好了 看心情會不會比較不一樣 不會 第五天 我們今天的目標 轉換一下路線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 這邊是一條 微微上坡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 上坡上面 跑一點點起伏的 山路訓練 雖然今天已經到第五天了 但是一直跑平路也是有點無聊 所以我們等下30分鐘 持續上坡 下坡 上坡 下坡 到時間結束為止 你還要做多久啦 趕快開始了啦 山路好不無聊喔 好棒 山路當然可以的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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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好了嗎 欸等一下 還沒 我發現你這幾天 是不是都穿這件衣服 這樣好像有點噁 你終於發現 不是有點噁 因為其實這次除了你實測 七天連續跑30分鐘之外 我也在實測 我已經連續 今天是第五天 穿這件衣服 都沒有洗 而且我們前幾天都爆汗 這已經是第五天沒有洗 你現在才發現 沒有什麼味道吧 是沒有啊 臭金紋 好像沒有 因為它是那個 美麗諾羊毛的材質 Icebreaker的這個原領體 好啦 直接先跑了 等一下跟解釋 先30分鐘 結束了 剩下最後兩天 明天稍微跑輕鬆一點平路 休息一下 衣服有味道嗎 我現在吻不出來 第六天早上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 人在符合橋下 跑者的一個 集散地 沒錯 昨天 跑完了上坡的挑戰 今天安排了一個 這個雨天有沒有看到 各種不同溫度跟地形 就30分鐘好不好 好 第六天 體重目前如何 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又掉了0.5公斤 什麼 你是唬爛的吧 我就覺得我跑之後 腸道會好像比較上筒 你確定你有量數據 你每天都有少 我每天都有量 所以你今天是86.5公斤 沒有嗎 我現在是 對對對 86公斤 怎麼可能 滿身大汗 看我衣服全濕了 我剛剛有點 腳受不了了 因為前幾天都跟他一起慢跑30分鐘 我剛剛其實直接自己跑了10公里 而且我今天均速滿快的 我今天跑4分22 有點累 但全身濕透 我今天直接疲勞到 跑不太動 然後又有點 濕很不舒服 你的身體 對你的聲音有點變掉了 感冒 yes 終於第七天了 第七天還可以吧 就是直接一個禮拜練習而已啊 我以後不要再挑戰這種鬼東西了 不會這個七天企劃 你沒有覺得學習到很多嗎 身體整個變強一個檔次 我覺得自己有在進步啊 但是 真的太累了 不會啦 上班上班突然就肚咕直接睡著了 這個七天你看我們經歷了什麼 大太陽 然後 陰天也跑 有一天還遇到下雨 雖然這幾天台北的天氣就是從 本來很熱然後轉到越來越潮濕 像今天又是這種陰天 但是 身體超濕黏的 我剛從家裡走過來 不就10分鐘路程 已經就是滿頭大汗 我現在已經2TT了 不會但我覺得這七天 經過這七天之後 對於你接下來的訓練 小拆一點嘛 piece of cake 輕輕鬆鬆 還好 最後撐過這30分鐘 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今天真的是比較時熱 跑起來比較辛苦 我剛剛手錶顯示 體能狀況-4 當然可能跟連續運動七天也有關係 就是今天可能在 比較相對慢的配速 可是心率偏高 他就會評估你今天狀況比較不好 今天實在太濕熱了 30分鐘就已經汗成這樣 汗成這樣 這是什麼語言 汗 汗流夾背成這樣 汗成這樣 完成 七天連續每天30分鐘挑戰 蠻不太 就是非常不容易 這個挑戰我覺得 連我自己跑 要每天訓練 其實都有一點點辛苦 因為其實我們的週期安排 通常一個禮拜會有休息日 會有強度 會有長距離 但我們每天都要動的時候 其實對肌肉恢復來講 是一大挑戰 我覺得我當兵都沒有那麼勤奮 以前都覺得 自己想休息就會偷懶 可是這個是有教練在旁邊督促的話 就是會有一股壓力 但是會覺得自己 每天的進步 感覺到 我自己對這個企劃來看 說實在 還沒開始之前我就預料到 其實 對於體重數據表現來講 一定會變瘦 我現在就來看 我從第一天扯 就88.45 到最後跑完 兩件是86.6 那你中間有遇到什麼高原期嗎 就是會不會有卡關 中間有停住到87.5 就有點卡兩三天 好啦其實這個挑戰 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可以就是循序漸進的 然後每天不一定要很高強度 像他每天都只跑30分鐘 其實對於你的體重控制來講 一定會有一定的顯著的就是 效果 但我必須說 這個狀態不是長久之計 你要每天這樣訓練 對於你的數據一定會卡關 所以還是要搭配一些 就是課程上的變化 接下來 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這件衣服真的都沒有換 不是嘛 我們今天這個企劃 除了挑戰你7天連續跑30分鐘 最重要的是我要挑戰 連續7天穿一件衣服 然後沒有更換 而且我是沒有洗的喔 我連續每天都穿這件衣服 運動後我就只是把它晾起來 像我們昨天 禮拜六還遇到下大雨 我其實就是當下就把它 拿起來晾乾 然後就是沒有洗 就是直接風乾 還是必須講這個 Icebreaker 的這個羊毛T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你穿的是什麼 Icebreaker 美女路有羊毛T 除了彈性抗熱的紫外線防護之外 還有溫控的濕氣管理能力 濕機在流很多汗的跑步之後呢 完全不會覺得它有這種思念感受 重點是跑起來非常透氣 穿起來很舒適 而且它還相當柔軟輕膚 很多羊毛在地址穿起來 都會有這種吃吃癢癢的感覺 但這件Icebreaker 美女路羊毛T 穿起來非常的輕膚 沒想到它可以意志意味 欸真的 這個是重點啦 我連續穿了7天沒洗衣服 完全沒有這種細菌之神 所以穿起來這個味道 哇 還是香的咧 想體驗這穿不錯的衣服 即使起到6月30號指 到全台Icebreaker 美女路授權門市 就有機會可以現場體驗 最重要是可以獲得指定的貼紙 還有機會可以獲得免費的產品喔 好啦 那我們這招樓實驗室 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欸這個企劃連續7天 真的是有一點點可怕 建議大家是不要輕易嘗試啊 不然這個到後面可能會因為過度疲勞 會有些運動傷害產生 沒事真的是 不要再搞這種 連續7天挑戰這種 喔 真的很吃體力 但如果給你3萬可以嗎 沒有沒有 那5萬 10萬 太容易收買了吧 可以考慮 我是你隊的Underway 我是天文風力手 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